一趟房是终身大事 可管很多业者是带着款 然后首付也是借的 大家都很不容易 曾经的辉煌 如今扩五一人 说停工就停工了 三代人的几百万血汗钱 就这样瞬间消失了 愿我们花出去的每一分钱 都能够得到保障 老百姓该找谁说理去呢 从去年到现在 大个年过去了 公立一人记忽了烟 从开始五月份说复工 到现在说六月初 在后面六月中学 最后到自己打自己脸 没看到一点变化和诚意 有的只是 藏色 欺骗 隐瞒 不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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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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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吧 每个人都不吭不吭 这种提供 chief